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想带给大家的是使徒堂观念的第十九集 谈谈华西村共产主义样板系的破产 我们知道在江苏无锡市江英市有一个叫华市镇的地方 这个镇并不有名 但是这个镇有个村可是全国名 那就是被称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 这个华西村的成功跟中共的改革开放 以及华西村当时的村委书记吴仁宝 他的致富神话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这个神话成为华西村文明天下的一个标识 他也开发成一个红色旅游的基地 我在苏州中学工作的十一年间 就曾经去过华西村两次 不是一次是两次 党员学习 还有一次是 应该是去听课 然后又被拉到了这个华西村 那么我们看一看我的题目起的是什么 共产主义样板系的破产 什么样板系 共产主义体制也能致富 也能均平富 也能家家发财的这样一个样板系 当我走进华西村时 我感觉到这个地方并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天堂 首先那种山寨味道特别隆重 山寨了长城 山寨了住故宫 还有那个金皮贴着华西村的塔 上去还要收门票 而整个华西村谈到最多的就是他们的当年的当家人 那个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优秀村之书 也就是五人堡 五人堡 五人堡是一个烟官 我只要看到他出镜头 手上始终是一根眼 跟那个邓小平是有点像的 他两个人是两个形象 一个是中国最大的书记 一个是中国最小的书记 邓小平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党的总书记 当时有党主席 书记相当的秘书 所以整个华西村可以说是吴仁堡的一个致富神话 一个共产党的刷金成人的一个样板戏 和吴仁堡经营的家族生意 他的几个儿子 他的亲戚朋友 全部拥有华西村的股份 说他是一个公有之样板戏呢 又不对 他又是个家族的东西 说他不是呢 我觉得又不像 所以他是个不仁不类的东西 而且走进华西村给我的感觉是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是一个 把摇篮到坟墓都交给吴仁堡的这样一个东西 他承包你的一切 所谓的幼儿园到养老园 应有尽有 好像是一个龙缩着的小社会 但是最近呢 我听说华西村已经入不敷出了 他欠银行的钱 欠这个各方的债务 已经没办法偿还了 他已经形成一个烂尾的工程了 由于他是 集全国的宣传力量 打造出的一个风水宝地 那我看倒霉的时候 国有银行了 最后银行滥葬 肯定要被品要了 为啥没关系 说是国有银行 其实党有银行 党让他继续存在 他当然要继续存在 但是这种从头包到尾的 这种包办制度 现在不是又出了这个大食堂 又出了工销社 又出了政府来搞养老院 这些东西 其实他如果承包你的一切 就意味着你失去所有的自由 你失去任何选择的自由 你能说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吗 我觉得并不是 我觉得并不是 我个人觉得华西村这种共产主义 要满西 唱来唱去 他无法掩盖当下中国大陆整个经济形势下行的一个大叙事 中国共产党的共产意识形态的破产已经成了定局 华西村是当不了他的遮羞库的作用 我当年在华西村给我的感觉 除了这个外表光鲜 内部一塌糊涂的人际关系网和家族生意之外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如王十位所长 十分三位 一分五色的特有的华西村的等级制度 什么意思呢 外来的人是不享有华西村股份的 他们只是在华西村承担一份工作 就相当于外来的物工人员一样 按照现在正常的设备规则 你参加了建设 你应该拥有同样的身份 但是在中国特色中你是不行的 他有盲目 而且是非常强烈的排外情绪 而当地的也分为好多的 姓吴的吴仁宝的家族亲戚 那么就享有特权 还有当然各级领导也少不了从中分红分蛋糕 是吧 而普通的民众呢 由于真的是享受了宣传带来的好处 是吧 有别墅住的 有车开了 都可以都得还好 是吧 真正承担着华西村的繁重的劳动的 是类型外来物工人员 所以他们是新时代的农民工 他们是那个样板系的观众 他们要华西村书写 但是没有得到相应的报偿 我想这个是中国特权 最后呢 我想为大家来提供一个警示 提供一个警示 这种村其实已经破绽了很多次 还有当年天津的大秋庄 还有原来的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 这一切的闹剧 都在于共产党需要宣传 共产党需要证明他成功 真正的文明社会是不需要这样宣传的 而且其他的地方也不要做华西村同样的梦 因为他这种梦是有条件的 第一他是处于江南 属于江英是吧 属于中国乡镇民间经济非常好 非常火焰的地区 他是具有这样一个外部条件的 共产党也需要通过这样的宣传 来给他塑造一个 共产主义必然成功的这样一个形象 其中我们知道华西村 他并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特色 他的公有子是建立在 分建等级制度 家族制度的一个基础之上 我们不仍泛泛而谈认为他是一个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共有者 他根本就不是 应该是中国的传统的这种 民间的这种 应该叫中法社会的制度 这是给我们提醒的 他不是一个自由竞争 自由竞争带来的一个市场竞争下的一个环节 俗话说财产不能公有 权力不能私有 但是在华西村他是盗着的 权力归无能保家族私有 财产归华西村公有 你只是使用权 这是一个典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警示 我用哈耶克的这句话来说 无论如何 华西村他也是社会主义 也是共产主义的样板系 尽管这个系应破产 但是哈耶克在书中这样讲的 社会主义在奴役中追求平等 而自由主义则是在自由中追求平等 通往奴役之路 不是一天造就的 是在人们的掌声和鲜花中徒就的 所以我们要警惕这种所谓的公有子 包括马上即将到来的公交车和大使堂 今天我看到还有一个消失 是非常令我震撼的 那个消失江湖已经快70年的公私合影 又一次的重逐江湖 比如说连通他要跟腾讯合影 这是典型的杀猪派 我们都知道 所谓的国企都是赔钱货 就连像国家高速公路 国家电网这种都是赔钱 我真的搞不懂了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成本 就是伸手掏钱 然后就是拿刀子难度抢劫 这种生意都能做亏稳 你可以想共南党和中国人 有多么的瞎作 我应该把中国人加进去 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能看出来 因为中国社会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华西村破产的问题 它将来不久的之后 将会面临整个社会的破产 到时候这个没有道德底线的社会 究竟会亮出怎样的惨劫人寰的悲剧 我不得而知 所以真的 我个人觉得 中国真的需要赴云 真的需要有一种灵魂上的一个升级 不然这种样板戏 这种军贫富的游戏 也还要玩几百年 几千年 它唯一的代价就是 人的生命的损失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使徒安观念的第十九集 欢迎您收看我的频道 也欢迎您订阅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